是什么机器 让二手贩子闻风丧胆 就目前而言 90%有猫腻的机器 基本都逃不过二手贩子的火眼金金 毕竟人家靠这个吃饭的嘛 那么剩下10%的漏网之余 既然二手贩子都没有看出猫腻 那直接卖给客人也没关系吧 但有一种机器 令二手贩子的闻风丧胆哦 那就是监管锁机器 甚至前些年 有些内地的数码从业者 连听都没听过监管锁机器 什么是监管锁呢 及大公司监管其公司 所有设备的一种手段 机器的来源一般都是一些 大公司找苹果公司 专门批量定制的机器 其序列号和公司主账号 是绑钉的机器 以前国内是没有这种机器的 一般只有外版的机器才有 这类机器的外观呢 也很好辩认 其背部一般都有客制的 一般都是公司名字啊 公司联系方式啊 背部的客制也基本都是外文的 不是英文就是韩文 或者就是日文 这类机器最容易翻车的一点 就是都是纯原状无财无休的 查序列号都是显示没有ID锁的 但就是不能刷机还原 一刷机还原就不能激活了 会提示输入公司的管理账号和密码 各位哦 这两年国内也有监管机了 一般都是某东白条分期断供的 或者就是一些大公司的租赁设备放出来的 外版的监管机通常在iCloud下面有一行小字 该设备被某某某所监管 像老系统的iCloud还是一个单独的选项 基本这一行小字都会被忽略掉 国内的监管机连这行小字都没有哦 只有断供的时候才会有 然后就直接被锁住了 无法激活 必无可避 防不胜防啊 好